一、二 君以甘胆赵明月 月无归处密君来 大家好,我是二面谷 为了秦国,为了秦法 嬴四无奈车裂的商扬 商扬身死 抵消了秦国90%的怨民 但是,以老干龙为首的复辟势力 却未曾想过罢手 为了避免正面冲突 嬴四直接选择闭关 一闭就是三年 这三年里,嬴四没有丝毫浪费时间 与天沟通 用自己的身高来换取容貌的转变 他想忘了从前那个自己 改头换面,再战乱世 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整整三年,个矮了,变丑了 连性格都变得吊儿郎当了 唯一没变的 就是那颗强勤强法的戏 公元前334年 嬴四踏出深拱 决议,搞定士族,搞定六国 第一次朝义便迎来了魏国特使 说什么魏其相亡,想要秦宫前去官礼 这嬴四心血来潮啊 假如我嬴四也想借此机会称王 又何说呀 这嬴四没等发表,嬴华先怒了 这嬴华历经三年之时 也成功修得龙羊之体 此时,已然是秦国猛将 卫使一哆嗦 秦宫果敢 刚才当我放屁 相与为其相亡 我去游岁 不必割地 这老干龙就不干了 当年商鞅变法意在强秦 东出伐六国 后来怎样?法治伟民 苍生哀悼 最后撤裂 既有此相亡之意 亦在重蹈覆辙呀 我告诉诸位 商君之法 非酷律苦民之法 乃富国强民之法 请必遵日 三年 这嬴话嬴四憋了整整三年 今日决心铲除复辟 终于可以大吐为快了 眼见嬴四未有复辟救治之意 一众老士族可就闹起来了 嬴四也是心存善举 太师傅 老干龙算反过味了 这小逼嬴四让自己等了三年 分明是想靠死自己呀 如今自己的身子骨靠不起了 必须孤注一掷了 让杜志马上着手联系一渠国 趁嬴四此次相亡 给他来个人走加辩 齐国 齐威王戴个面具 跟士兵玩了几圈马上对弈 被小兵一顿揍 还不能发表 休息时 与齐向田颖聊了聊相亡之事 眼下秦宫想加入 自己是一百个同意 他为王老小子和自己相亡 本来就是造势抗秦 今日自己极力拥护秦宫 齐一是让他老魏王时刻提防后院 其二 秦国窝藏二十余年 实力一直危险于诸国 这次相亡 让其膨胀 也好早日让猛虎露牙 所谓树敌与众 众必公之 君上所言极是 这样一来 老燕家魏国会愤恨不平 难免的邻居楚国 也会寝食难啊 当年的齐威王 还屈功于孙殡治下 如今已然 可谋天下之一方 魏国军营 老将龙骨接到魏王命令 让自己截杀前来相亡的秦宫 这龙骨心里是抗拒的 当年因魏王昏溃 自己无奈 命丧秦国商鞅之首 后来转世 孤身去了巴黎晋雄 本以为这一世 魏王能有所长进 没想到啊 还是以贪图 赢头小利之辈 没辙 身为将帅 服从军命为首要 招来手下爱将 公孙衍 此次不要脸的行动 叫他全权负责 这公孙衍 也是光明磊落之辈 本也不屑 做此阴暗之事 奈何 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宁令 此事 若是走了一丝风声 你我都得要脑袋 咸阳公 蓝田大营将军 营级求见 这营级 也就是上一部里的处理级 商阳临死前 告诉营四 此人可重用 这后世有人推测 营级是秦孝公的儿子 是营四同父异母的兄弟 至于真假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也就一听一过 这半夜求见 所谓何事呢 原来 在他的监视中 近几日 老臣杜志 与卫使多有接触 而且府上门客 还去过义渠 如此居心叵测 是时候断了这帮老家伙的 慢 行计出路 证据上不足 这商军心法 精髓在于后斗 不然 等于以国家名义 实行私刑 后患无穷啊 这也是营四冒险 参与湘王之义中的提议 引蛇出动 让复辟势力彻底冒头 好一举铲制 简短解说 一切准备妥当 营四一行 正是踏上 彭城湘王之旅 这彭城 也就是今天的徐州 所以 也叫做徐州湘王 这营四前脚刚走 老干龙就动了 来到公子前府 没多废话 直入主题 只要你营钱 同意复辟组织 俺们这帮老不死的 力挺 你为新军 只要你点头 所有篡位事宜 我来操持 营钱笑笑没说话 给了他一个 莫能两可的表情 自己采取 蓝天大营 营级估摸了一下时间 轻功应该还有两天路程 便能到达魏国大梁 与营华 而语几句 营华领命离去 两天后 营四一行车马 刚入大梁山谷 便遭到了不明奇迹 无数剑士从四面八方挥洒而下 营四扬手四观 丝毫为了惧怕失色 因为特效 是杀不死人的 无名积极精准 杰杂残忍 像是卫武独三战法 营四点了点头 等的 就是他们 剑士骤停 只见远处一百人黑衣马队 手持短剑 朝着几方杀来 一瞬间 双方人马如封入乙群 绞杀在一起 不过片刻 秦国卫士已经伤亡过半 很显然 袭击者绝对是卫武族中的精锐 营四心里也不免多了几分焦急 为何迟迟不到啊 眼看秦卫已经无招架之力 只得在将领的拼死护卫下 朝着谷中退去 此时 蓬城的卫王行拱 国相会师求见 这秦军仪仗队 到了大梁就没了音讯 是不是我王使得手脚啊 我顺利的话 现在也该是他们拎着秦军的人头 回来复命的时候了 大王一语何为呀 杀人哪一语何为 称王 会师无语 秦国近几年内乱势头 从未削减 乱根就在他迎四身上 老士族的复辟道路上 迎四就是一块拦路石 如今你把他除了 老士族拥立新军 上下一体 卫国后方 威夷 对了 我王是不是被人怂恿了 这老魏王想起肚致那张倒霉催的脸 不仅眉头一皱 哎呦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此时在梁山谷内 迎四仅存几人 已经被黑衣蒙面人 团团包围 生死也只在一念之间 奈何 一身傲骨随了营去梁 当年老爹与黑伯 联手对抗几十名墨家弟子 都未如半点退役 今日 岂能掉份 寡人不甘 怕死 念语阁下单挑 寡人若胜 放我师族还枪 我毅然来受死 这自古豪杰 心不窄 公孙衍 敬他秦宫是条汉子 那就给他一个体面的死法吧 殊不知 迎四心里正在盘算着时间 那二货迎华再不来 老子死了 也天天晚上吓唬你 这心里想着事 手上的青铜短剑 可未有半点松弛 短短片刻 俩人擦招过势 已经走了不下三十招 迎四虽说常年练剑 可面对九鱼沙场军营的公孙衍 还是力不从心 堪堪撑下了三十七点八六招 终于落败 眼下能做的 就是继续拖延时间 听天由命了 公孙衍想着想 反正一会儿儿等 皆是荒试 看一眼又何妨呢 只看一眼啊 好了 弄死 说完 潇洒的转身离去 迎四慢慢闭上双眼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可迎来的却是剑与纷飞 迎华终于到了 面对秦军最精锐的骑兵 马下的卫武族再强 也没有义和之力 片刻便只剩下公孙衍一人 茫然四顾 这人生的大起大落 简直太刺激 迎华现在是后盘连连呢 今日若自己晚来2.8秒 必将成为秦国的千古罪人 想着提剑就要干死公孙衍 下集 迎四惜财 招揽败将公孙衍 结果碰了一鼻子毁 继续上路 没想到再遇困局 以致化解 终于赶到蓬城 老魏王偷袭不成 被迎四公主于天下 一气之下 想要撕破脸皮 上一人杀十人 上十人杀万人 无非是个毁城灭国 一切还些